好,那如果你打开了 打开了之后,你点一下更多积木这边 你会发现这边多了很多东西 那这些灰色的积木就是专门给Arduino用的 给那个硬体用的 这多了很多的积木 然后,如果说你发现这里没有亮绿灯 变成红灯或变成黄灯 那表示你的连线就不正常 那连线不正常,我们通常就是把它关掉 把你的那个 这一套叫全Sformer 把你的变形金刚把它返回 然后再重连一次就好了 再重连一次 那第二次连以后就不用烧韧体 直接连线就好 它一样会重开 重开通常就会正常 所以这个地方 通常你的程式发现不会动 你当掉了 怎么没反应 你检查一下是不是断线 就是这个,这里要注意一下 然后,这里的东西就是我们的 纯Squitch软体的部分 如果你不玩Arduino 你是直接装那个Squitch 448那一个的话 它就有这些功能 但是如果你用了Transformer 它就会加了 加了很多硬体的积木在这边 让你可以控制Arduino 好,那我问一下 现场 有没有用过Squitch软体的 举手一下 好,请放下 OK 那没有用过硬体的 举手 就是Arduino没有用过的 好,请放下 好 不用担心 好,我们就是装能为你打造的 那个守守 忍耐一下 好 那 所以 以前 跟以前比起来 这个就简单的非常多 简化了非常多麻烦的步骤 那 顺便跟各位提一下 待会你的桌面 请你把它调一下解析度 按右键调解析度 1280×1024 这样子比较 等一下操作的空间比较大 好 然后第二个就是 如果你的积木出来 这边变成英文 因为它有万国语言 那请你在这个地方 地球这里点一下 这边有万国语言 只要 这个地球上有的 应该都有了 好 所以你就选你的正体中文 那如果你觉得 眼睛老花看不清楚 好 Shift 那个简单的Shift按着 然后再去点这个地球 这边会有一个设定字的大小 好 然后你就选大一点的积木 它就会变大 好 那这一区 这一区的话 这一区如果要放大 直接在这里放大就好 好 缩小 好 所以大概是这样 那请各位把环境稍微调整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